五竹未有担心,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和小姐关系的人并不多,但偏偏叶刘云就是其中一个,而且完全和他的宗师身份不相符合,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。 叶刘云来丹州这件事情太稀巧,和自己见了一面就离开,五竹根本不相信。 范贤却相信叶刘云确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旅人,拍拍五竹的肩膀安慰道,谁说高手高手高高手,就不能旅游。 这只是一种很纯粹的直觉。 他的直觉一向精准,总觉得自己京都里那个老爹有些问题,监察院,刺客,胆子比母老虎还要毒辣的二太太,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斯南伯爵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,至少比曹寅这种包衣奴才厉害太多。 但他的思维方向完全走入了歧途。 他猜测自己的便宜老爹会不会是前任皇帝老成王的私生子,因为当年奶奶在成王府当奶妈,老皇帝就让他抱回去收养。 如今斯南伯爵因为心伤自己的身世,痛恨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安坐龙椅,而自己只能当个小伯爵,于是伴猪吃老虎,暗迪里与监察院即一切可以利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,组织了一批私底下的力量,妄想接受如今皇帝陛下大人的一切家产。 而自己呢,则因为老妈毫无疑问也是位大人物,所以成了某种家族利益联姻的产物,自己的存在对于父亲的造反大业有很重要的作用。 当他将自己闲得无聊时做的推论告诉五竹时,一向东山崩而面不改色的五竹,终于忍不住将手中的菜刀狠狠地啄进了菜板里面,对于某位少年的疯狂想象力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,五竹决定暂时不带着他离开丹州。 既然疯狂少年自己都并不担心将来的事情,脸上依然保持着羞涩的满是好奇的笑容,时刻准备投身于子虚乌有的斯南伯爵造反大业中,而显得对于这种谬论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毫不在意,那瞎子五竹又怕什么呢? 五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生死安危,只是担心范贤。 而一旦范贤显得极其变态地毫不担心,五竹也就随他去,就和范贤五岁开始酗酒一样,五竹只负责保护范贤的安全,而并不会主动给出太多意见。 从骨子里讲,这对主仆,这对师徒都是很懒惰,而且胆大包天的人物,他们不是不会阴谋,只是觉得有时候手中的武力比阴谋要更有力量,所以下意识里便将旁人的阴谋看作了云淡风轻之势,来便来罢,还能怎低。 所谓明月大江,所谓清风山岗。 其实,范贤不是明月,是羞答答的湾月妹儿,她还是怕死,因为她并没有五竹这种绝世手段,但她知道,如果自己的身后有监察院的那位费剑,还有身旁这位瞎子仆人,那么自己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。 在《悬崖畔》亲眼目睹五竹书与四大宗师之一的叶刘云那番交手后,她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震撼,对于武道这种事情,终于也体会到了与茶道,书道一般的美感,那种艺术的美感。 所以她暂时停止了抄袭《红楼梦》的工作,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行之中。 五竹自己并没有如何高明的剑法全决,但她对于如何杀死一个人很有研究,讲究快,准,直,狠,曾经对范贤说过,不要相信弧线袁荣,静可攻,退可守的说法。 如果要攻击对方,那么就一定要走直线,用最快的速度,走最短的距离,给对方造成最不可逆转的伤害。 范贤马上想到了那天,五竹叔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,心想这位果然是走了最短的距离,苦笑着摇头,不知道自己要达到那种境界,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 某日罗伯斯儿叫成之后,范贤挥着微有酸麻感觉的右臂,看着背对着自己的五竹,好奇问道,按照以前说过的,我现在的境界有几节? 七级的真气水平,三级的控制能力。 范贤很快地心算出结果,一平均就是五级,比四级高些,可以拿毕业证了。 少年略微有些得意,漂亮的眼睛里微有焦色。 五竹摇摇头,如果你运气足够好,可以杀死一名七级人物,如果你运气足够差,那一个三级的小毛贼就可能断送你的性命。 范贤笑着叹了口气,心想这位嫩叔还真的说话够直接,不过自己的运气好像一直挺好,不然也就不可能死后跑到这个世界来了。 在夜流云来过之后,范贤在丹州的生活真正的安宁了下来,再没有什么刺客来找麻烦,二太太听说重病的一场,变得老实了许多。 京都里范若若的书信依然每月一封寄来,范贤则是待在这座海边小城里吃吃豆腐,抄抄小书,偶尔穿些彩衣,孝顺着老太太,到杂货店里喝酒,切萝卜丝,给自己下酒,日子过得很是清闲。 有一天,海边出现了海市蜃楼,淡州港的居民都跑出去看热闹,虽然都是长居海边的人们,但能看见海平面上那些虚无缥缈,宛若仙境式的岛屿,仍然是兴奋异常。 五竹变得古怪起来,关上杂货店的门,走到偏远的海边,一个人上了悬崖,静静地望着那边的画面,似乎想起了什么让他很不愉快的事情。 海市蜃楼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,一会儿就散了,但他依然静静地望着那边。 隔着那块黑布望着那边,就像他并没有瞎一样。 范贤爬上了悬崖,星号星号的上半身显得十分匀称,已经摆脱了瘦削的体型。 他看着五竹安静地坐在那边,不敢打扰他,也陪他坐了下来,看着那方被西面西洋反照成火一般颜色的天空。 许久之后,五竹忽然冷冷问道,你今年多大了。 范贤将自己乌黑的长发竖到脑后随意扎了起来,露出那张至美中终于出现英气的漂亮脸庞,微笑达到十六了。 范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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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贤